这里是辽宁新闻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19年8月27号星期二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月27号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 省委常委班子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专题民主生活会 陈秋发主持会议并发言 中央第七指导组组长薛延忠 道会指导并做点评讲话 唐一军出席会议并发言 8月26号唐一军会见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李建宏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特别报道 行进辽宁 今天带你领略山城本西的巨变 辽宁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建设一年来 互联互通持续向综合化立体化推进 有力增强了我省通达全球能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省公安厅再出台系列便民立起新举措 优化营商环境 辅顺势着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抓紧抓好整改落实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8月27号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 省委常委班子利用一天时间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 会议仅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 聚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主题 按照四个对照四个找一找要求 盘点收获 检视问题 深刻剖析 重整形状再出发 加快推进振兴发展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秋发 主持会议并发言 中央第七指导组组长薛延忠道会指导 并做点评讲话 省委副书记省长汤一军出席会议并发言 省委副书记周波和其他省委常委发言 省委高度重视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 会前 省委常委班子认真学习中央有关精神 精心组织安排 深入开展学习 广泛征求意见 深入谈心谈话 认真撰写剖析材料 各项工作准备充分 陈秋发代表省委常委班子 做检视剖析 列出问题清单 明确努力方向 提出整改措施 省委常委班子成员 做个人检视剖析 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薛延忠指出 按照党中央要求 辽宁省委常委班子 以严的精神 识的作风 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专题民主生活会 取得了良好成效 下步要加强领导 深化举措 扎实工作 确保主题教育 取得应有的成效 一是要深入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增强学懂弄通做实 束劳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的 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 二是要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作为终身课题 勇于担当负责 积极主动作为 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 和人民检验的新业绩 三是要以自我革命精神 坚持把政治建设 放在首位 不断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四是要扎实抓好 专项整治 整改落实 明确整改方向 细化整改措施 落实整改责任 取得扎实成效 陈秋发在代表省委常委 班子做表态发言中指出 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 剖析问题精准深刻 主题教育成果运用充分 整改方向清晰明确 实现了统一思想 增进团结 推进工作目标 陈秋发强调 下部要把改字贯穿始终 聚焦检释出的问题 切实抓好整改落实 一是要提高思想认识 抓整改 把问题整改作为践行 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 确保取得扎实成效 二是要加强统筹谋划抓整改 紧扣全年目标任务 抓好三次产业增量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努力实现全省经济发展 与全国同步 三是要较真碰硬抓整改 建立健全整改评估机制 明确整改工作标准 做到老百姓不满意 不罢休 问题不解决 不松进 解决不彻底 不放手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毅 列席会议 本台报道 8月26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一军 在沈阳会见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李建宏 唐一军代表省委省政府 对李建宏一行来聊 推进重点项目表示欢迎 他说 开展港口合作 是辽宁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优化环境的重大举措 是打造面向东北亚开放大门户的有效载体 自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以来 辽宁省和招商局集团把握合作大局 着眼共赢发展 有力有序推进港口资源整合 务实高效推动各领域合作 下一步 辽宁将与招商局集团共同努力相向而行 进一步加快港口全面整合步伐 扎实推进太平湾开发及沈阳港建设 深化全方位产业合作 清单化管理节点式推进 全力建设融港产城创与一体的东北亚新舍口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李建宏表示 将进一步与辽宁深度对接合作 加快推进港口整合后续工作 全面加强与辽宁在更高层次 更宽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努力在辽宁全面振兴中发挥独特作用 做出积极贡献 省级沈阳大连市领导王明玉 江有为 谭成旭 招商局集团总经理傅刚锋参加会见 本台报道 山城本西是重要的钢铁城市 新中国的第一支枪 第一门炮 第一辆汽车 都有本西的烙印 改革开放以来 本西坚持不懈推动资源性城市转型 如今已经从钢铁产业的一支独秀 发展成为多种产业并行的森林城市 壮丽七十年奋斗新时代特别报道 行进辽宁 今天走进成功转型的本西 被誉为地质博物馆的本西 因资源而立 因资源而新 钢铁煤炭为本西的城市起步 打下基础的同时 也让本西背上了沉重的环境负担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成了一个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 作为本西最早兴起的产业 钢铁产业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给本西带来钢都荣耀的同时 也曾经造成了环保漏洞和生态缺陷 我现在是在本钢集团的冷闸厂区内 这里的厂房都以绿色为主题 绿化的覆盖率达到了36% 与城市共荣共生的本钢 正在向环保的高标准迈进 那么本西这座城市也被助推着 走向一条绿色发展 转型升级的钢都新路 改革开放初期 本西就成为全国首批优化结构市点市 十一五期间 一大批钢铁厂 水泥厂 选矿厂和造纸厂被关闭 环境保护成为这个城市招商引资的首要标准 今天的本西已经从钢铁产业的一柱晴天 转型为钢都 耀都 枫叶之都 三都鼎立 这里是南分大峡谷玻璃吊桥 也是东北最长的一条五地玻璃吊桥 走在这上面可以听到玻璃碎裂的声音 绝对是一件特别挑战胆量的事 不仅如此 在这里还可以俯瞰整个南分大峡谷的美貌 开源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这里已经接待了游客超过60万人次 从钢铁历史到生态历史绿色发展 本西正在享受着生态带来的红利 如今的本西 森林覆盖率达到76% 位居全国前列 具备开发价值的旅游山峰有近400座 枫树资源面积26.5万亩 红绿胶织的色彩正在半亮着新本西 春看百花下木拳 秋赏枫叶冬晚雪 本西已经从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 华丽转身 成为让人看不够的城市 这里是怀仁满足自治县二鹏电子镇 经过我身旁的这个山路 大家通过镜头可以感受到周边的环境是非常好的 我身后的这片山地上种植了3500亩的野山山 它们大多数是17、8年的老山 因此呢 这也被大家称为是野山山小镇 现在 怀仁已经形成龙头企业 加农户加基地的产业化生产格局 这里有一半以上的农户从事山山产业 从事野山山加工销售的企业就有90多家 这里是北京同仁堂辽宁有限公司的厂区里 在我身旁的生产车间正在进行的就是野山山的加工 之所以把厂区选在这儿呢 就是因为这里距离野山山的生产基地特别的近 就地取材可以更好地保证原材料的一个新鲜程度 在我身旁的这片区域呢 有很多大型药厂投资的野山山加工基地 野山山的附加值也被进一步地提高了 不只是还人 在整个本西以林下山 辽武味 山野菜为主的林下经济 正在蓬勃发展 目前本西市以北药为主的林下药材达31万亩 以红松为主的干坚果经济林达30万亩 已经获得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称号 青山绿水运营出林下经济这一生态产业 林下经济的推广也将更好地保护本西的山山水水 这里是位于淮仁满族自治县的辽宁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 以此为起点 今天我们将带您重走抗联路 这里是目前唯一经国家批准的 集中展示抗日义勇军史实的纪念性场馆 从抗日义勇军到东北抗日联军 白山黑水间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铸就了永不磨灭的精神封碑 本西现在有71处抗日遗址 这其中包括杨敬宇将军率领东北抗日第一军 独立师密营等55处抗林遗址 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油灯呢就是当年抗连战士们使用过的 像我现在所在的这处秘营呢位于本西县的龙道沟景区内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秘营啊有三分之一在地上 另外三分之二呢其实它是在地下的 那冬天在下雪的时候呢既能够保暖 同时它的这个隐蔽性又非常的好 像这样的秘营呢在本西县全县境内的另外两个景区也有 唱抗连歌曲 读抗连诗歌 访抗连遗址 重走抗连路 这一情景化体验式的特色主题教育活动 已经成为全省党员领导干部和社会各界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党性教育的重要品牌文化活动 从华人县到本西县我们只走了两天 但这段路却是抗连战士们用热血和生命铸就 这里是重走抗连路的终点 但同时也是抗连精神传承的起点 在东北抗连史诗陈类馆的旁边 还有一所以抗连为名字的中学 我们也相信抗连精神会在这里继续传承下去 壮丽70年 数字看发展 1949年 本西市地区生产总值只有0.46亿元 到了2018年达到823.1亿元 1949年 本西市一般预算收入是60万元 到了2018年 这一数字后面加了四个零 达到62.6亿元 1949年 本西市地区生产总值只有0.46亿元 本西市社会消费品宁受盒1800万元 2018年达到365.2亿元 家底厚起来 百姓的钱袋子也鼓起来 2018年 本西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955元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463元 森林覆盖率76.24% 居全国第八位 辽宁首位 各项空气质量指标均位列全省前三名 城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90.7% 居全省第二位 本西市为全省13个市提供工业 农业和生活用水 其中是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辽宁一带一路综合实验区建设一年来 持续构建海陆空综合化立体化的跨境运输通道 增强了我省通达全球的能力 今年7月末 沈阳机场二跑道建设运营管理公司 正式成立 全力推进总规修编 报批立项等工作 作为辽宁融入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中的重点工程 总投资100亿元的沈阳机场二跑道 将建设一条3800米长 45米宽的远距离平行跑道 可供空客A380等机型起降 一年来 我省积极谋划建设跨境综合运输网络 全力构建辽满欧 辽蒙欧 辽海欧三条跨境运输大通道 辽满欧已形成沈阳港 大连港双节点 2018年开行中欧班列394列 运量3.2万标准箱 辽宁港口整合取得阶段性成果 整合后的辽宁港口集团拥有生产博位200个 其中万吨级以上博位152个 超大型原油码头 矿石码头 汽车滚装码头 世界领先 目前 大连新机场前期工作也全面提速 安山 丹东 锦州 营口 朝阳等支线机场航空节点 能力不断提高 在互联互通上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 为我们省和东北亚 欧洲 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提供便捷的一个综合的交通运输网络 也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新动能 本台报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省公安厅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中心警务 围绕放管服改革 办市难问题专项整治 和审批服务标准化建设 出台了一系列便民立起新举措 在继续打造发展环境最优省工作中持续发力 年初以来 全省公安机关全力深化放管服改革 坚持以创新举措优化公安服务 全省2898个公安窗口单位全部开通了延时服务 并建立自助服务场所427个 配备24小时自助服务设备858台 大幅缩短了居民身份证 护照等证照的办理时间 原来去澳门旅游的时候都要去输入大厅办理延期 机场有了自助切中机 办前柱 乘飞机 一条龙 全部解决 太方便了 各地公安机关还通过万民民警连万起活动 为企业解决难题 沈阳市公安局相继推出了放宽货车现行时间 为民营企业检车提供预约服务 设立民营运输企业绿色通道窗口等多项利器服务 在测关所设置了绿色通道 专门为民营运输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 截止到目前 我们沈阳测关所已经为120家企业提供了9000余件次的捕换领牌照业务 今年以来 全省公安机关先后制定出台了打造最优发展环境35项新举措 累计推出各类服务举措1200多项 与近1.5万家企业建立包袱联系 解决问题1.02万件 下一步 省公安厅将对梳理出的十大类434项政务服务事项 进一步加大检证放权力度 推动公安管理服务再上新水平 本台报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府顺市着力推进西路天矿综合治理与开发利用 避险搬迁安置小区配套设施完善 雷锋学院建设等重点项目 抓紧抓好整改落实 在府顺西路天矿观景台映入眼帘的是满坡的绿色 目前西路天矿已停采壁矿 以西路天矿为核心的采煤影响区综合治理与开发利用工作全面展开 采煤塌陷地生态修复 煤干石设厂综合利用等治理工程稳步推进 目前西路天矿已与大唐集团签订 煤干石综合开发利用新能源示范项目合作协议 完成国家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申报工作 确立了以辅顺煤矿博物馆为中心的六个方面的重点的项目 我们实施生态修复 灰田和绿化面积达到七十万平 包括休闲旅游项目的打造来开展工作 同时支持西路天矿和辅顺矿业集团开展光伏发电和煤干石综合利用等产业的前期工作 立正在明年项目建设能有所突破 辅顺市还进一步完善采煤陈县区避险搬迁小区配套设施建设 目前 辅顺东华原社区卫生服务站升级改造工程接近尾声 社区党群活动中心 小区内部连接桥等建设项目顺利推进 预计9月份后相继开工 随着园区各项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 居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同时给我们社区工作也带来了很多便利 在雷锋学院筹备建设中 辅顺市精心设计课程设计出七天教学行程表 努力把雷锋学院打造成东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 全国党性教育基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基地 学雷锋研学实践基地 本台著辅顺记者报道 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局院刘芳第五届辽集黑猛四省区地方戏曲优秀剧目展演 将于9月3号到9月12号在我省的沈阳和银口两个城市举办 参加本届展演的共有来自四省区11个艺术团体的 11台地方戏曲剧目 其中辽宁有评剧 海城喇叭戏 辽剧等八台剧目参加展演 这次展演活动体现了面向基层 惠民的原则 有的演出安排在大学校园里面 也是为了培养大学生的戏曲观众 推进戏曲进校园活动 据了解 从2015年到2018年 辽集黑猛四省区地方戏曲优秀剧目展演活动 已经成功举办四届 共有平剧 辽剧 吉剧 龙江剧等38台剧目参演 有力促进了四省区地方戏曲的传承和发展 本台报道 经过四个小时的连夜交注 8月27号凌晨3点45分 朝陵高铁 大陵河桥双100米连续梁顺利完成合笼 作为全县首座合笼的大跨度连续梁 标志着朝陵高铁工程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里是朝陵客专大陵河桥的施工现场 现在的时间是8月26号的23点45分 在我身后 施工人员正在对这座桥梁的 双100连续梁的河龙进行混凝土浇注 预计整个施工的工期将持续四个小时 大陵河特大桥为双线桥 全长6840米 多次跨越城市道路 设有七连连续梁 这次河龙的连续梁跨越朝阳市中山大街 是全线跨度最大 施工难度最高的连续梁 为了避免混凝土热胀冷缩影响桥梁质量 胶筑工作都选择在一天当中的最低气温中进行 施工过程中通过科学施工 成功解决了蹲胎 伸基坑 混凝土开炼 复杂接口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朝陵高铁于2017年10月11号正式开工建设 自京省高铁朝阳站引出 经辽宁朝阳市 北票市 锦州市后 接入京哈铁路秦省段的领海南站 建设里程105公里 设计时速350公里 由于穿越辽西北丘陵地带 朝陵高铁桥碎比高达71% 朝陵高铁自开工以来 战前土建工程 路基土石方完成了90% 桥梁下步基本完成 计划2021年的缺底要具备开通条件 朝陵高铁建成通车后 还将打通辽西与辽南地区的快速客运通道 形成东北开放城市大连与辽西地区的有效连接 本台报道 8月26日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 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 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 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辽宁省分行 在沈阳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各家银行将为军人军署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辅对象 提供优先优质和优惠的金融服务 同时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提供金融支持 8月26日 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地方联合基金项目评审会议 在沈阳召开 辽宁联合基金 共有51个项目参加会议评审 其中34个项目 获得8410万元基金的重点支持 这些项目将重点解决 辽宁产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 2019中国大连国际福博会 将于9月7日到9日在大连举行 今年将吸引海内外各类参展企业800多家 今年的福博会还将首次推出 纺织飞夷特别展 加大了境外招展力度 8月27日 2019 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 沈阳分战赛 即看见沈阳短视频大赛 在沈阳启动 参赛作品以各类风格的短视频为载体 通过讲述中国梦 中国人 中国文化等方面的故事 生动展示沈阳的文化底蕴 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 作品征集将从即日起到10月16日截止 本台综合报道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